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夸张了 为什么你有这样的热忱和精力去参与这些活动 付出这么多的一些贡献 我觉得这些都是看缘分吧 因为这些慈善机构都是他们的邀请之下 那么我就答应了参与他们帮帮忙 那么关于社团那方面呢 就是因为我本人是惠州客家人嘛 我是觉得在新加坡客家人好像不很多 那可能也是寻根啦 客家人是咖啡人啊 客家人 对 那么所以呢 而且我爸爸以前 他也是惠州里面的一个分子 也是好像他的第二家 那么现在自然而然的 我这几年就参入了这个惠州会馆 现在是他们的财政 我们讲到这个惠州啊 客家人啊 在很多戏里面 我身边的朋友里面 因为我本身是附近人 我朋友里面啊 我会觉得是不是啊 我要问你一下是 客家人会不会比较说讲义气 你会觉得有没有感觉到 是不是真的 会说客家人很注重团结 如果大家都是客家人 大家就会觉得 我一定要帮助你 因为你都是客家人 感觉的感觉 是不是这样 我自己是会讲义气啦 那么当然 这个说法呢 也不可以说 其他的机关就不会降了 对吗 只是我会觉得 在客家这个 种族的culture里面 会特别强 可能是因为 他们的文化 那以前他们住 都是那个 那个 那个 圆形的 那个 他们那个 那个土楼啊 就是全部人 这个圆圆的那个土楼 就是很多家就住在那边 当时 是不是因为 当时的客家人 是住在土楼里面 也许吧 所以他们的文化就 产生了 自己人会比较照顾自己人的感觉 就是有这个 鸭鸭的文化出来 认同吗 也许吧 哈哈哈 好 我们就讨论其他的 我们就不讨论 那么 敏锐的问题 在 你在这个 惠州会馆里面 是负责怎样的 性质呢 目前我是他们的财政 财政 哦 OK 再讨论一下 中华医院 你是独立董事 不只是我了 还有其他的 也是独立董事 嗯 不是自己要做就可以了 就是你要有那个 资格 身份 他们来找你的 对不对 不是说我要做独立董事 你就去做独立董事 这个是很 对不起 对不起 怎样讲一下 跟观众分享一下 你个人的一些心得 今天能成为这么多的董事啊 是怎样一路怎么走来的 教大家一下 不知道 可能是巧合吧 太谦虚了 其实这些我相信很多其他的女性啊 或者男性啊都是做得到的 我觉得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现在比较多人是希望从天上掉下来 那这样等不到 我觉得通常都是你付出多少 你就会得到多少 我很相信你今天得到的一切都是 你曾经不断地努力地付出 贡献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业了 那么也有挑战呢 对不对 但是呢 我就如果一有空的时候 我就利用我这些时间去出一份力了 其实就是说你对这社会的贡献很大 因为你把你的时间都会 比较多的时间付出在社会上 我看得到 因为你本身负责了很多这些 慈善活动 慈善晚会 这些都是对大众有贡献的 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有时间啊 不如回家自己休息啊 他们把自我中心会比较高 所以其实他得到的也会少 当你付出 我们所谓付出的越多 也就是刚刚我讲到 你得到的越多 这无形中的得到 而不是去为目的而追求 讨论一下你自己的生活 现在你觉得你满意你自己的现况的生活吗 还可以了 开心了 那么当然我要求也不高了 就是说因为我家庭方面 我两个儿子也很乖 所以我看事业上也是能够做到就做 你会建议告诉观众朋友们 你是怎样把你孩子带大 问到一些尖锐的问题 观众朋友们就是专听这些内容 其实我觉得孩子们如果要教养他们是要从小 对 这从小就是我对他们是蛮严格的 所以就是从他们小的时候 每次就跟他们教导说好像看到有什么例子是不理想的 就跟他们解释 所以他们就明白事理 比较明白 而且他们我如果可以放松的我也就放松 不能够的就跟他们讲 跟他们说为什么不可以 所以他们会明白事理 他们就蛮好的 其实你把重点讲出来的就是沟通 现在很多家庭面对的问题是跟孩子没有沟通 一旦没有沟通 问题就越来越大 你不跟他讲话 他不跟你讲话 所有心事藏在一起 爆发的时候就好像立定时站那样 你沟通的时候 你教育的时候 孩子就会慢慢从你的那些经验 生活方式 你所传达的讯息里面成长 你就把这个很好的教育给发展起来 我们讲到教育 那时候我在这个剧武方里面 我发现他们的学生都以这些教育方面 尊敬 礼貌为基础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教育就真的很重要 非常棒的 我刚刚跟你的孩子谈话的时候 我又觉得他也是很有礼貌的一位青年 现在年轻人不是说 总觉得这会比较傲慢和高傲一些 像我刚才讲话 真的是很随和 很有礼貌 你真的是教导有方 我跟他们说 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懂得尊敬他人 这个是最基本的 无论那个人是高级或者做普通工作 或者是一个老人 任何工作地位的人 都是要以尊敬的态度 对 你不尊敬别人 就等于别人同时不会尊敬你 我再讲 刚才看到你进来我们摄影棚里面 你带来一支吉他 你讲一下 你是不是对音乐也是很有乐成 很喜爱音乐 对 我是非常喜爱音乐 从几岁开始你爱音乐 有没有自己表演过 你玩什么音乐先 从乐去 你玩什么乐去 其实就是以前 就是吉他 我可能小时候呢 就是就听 Radio 那么就可能自然而然的 就有这个影响力 那么 看到人家自弹自弹 就觉得很羡慕的感觉 其实我也没有这个妄想 不过有一次因为考试 太多压力 那我就去买一本的歌谱 他会教你怎么弹那个吉他 你是无私自通 套书本作为老师 就学啦 就这样学啦 从压力中就是弹气的 其实真的 因为音乐是可以让人收紧压力 对 是很好 我其实也很爱吉他 可是我也是很多本事 我年轻的时候是在某间音乐学校里面学的 今天不跟他打广告 就不跟他讲名字 OK 我是有音乐学校老师教的 可是你 无私自通靠一本书本 就能学得到吗 我有点不大 相信呢 书本怎么学呢 他的书本他会教你哪里是C 你的手指按哪里 哪里是A minor 靠自己要很辛苦 你看书本是好像 他是一个 不会跟你讲话的嘛 他是死的 所以你要你的注意力啊 集中力要很强 就是你要从一个字里面 抓住你要学的东西 花多长时间学会 忘记啦 不过还可以啦 大年 三个月 一年 可能两个月 两个月 只是 就是你从书本就学会了 观众朋友们 想看他的吉他吗 想看他来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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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收看我们下一集的 女人高峰在上